日前,据西班牙足球先生报道,在黄马新帅索拉里上任后,几度得此连胜,逐渐扎了脚跟后,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却看到了一个机会。 这位前八大队长家主帅,希望借此机会在一月牵上一名在黄马失去的大将,那就是一刺客,不过黄马至少要在七千万欧元才会考虑放人,这两曼城有些犹豫,双方还将进行下一步的接触。 洛佩特级下课后,先上任的主帅索拉里的战术风格非常务实,而在索拉里执教后的比赛中,有一些球员的机会得到了调整。 譬如,奥德里奥索拉,巴斯克斯,以及威尼修斯,都获得了机会,但也有一些球员被调整出了主力阵容,譬如阿瑟西奥,他从绝对主力又变为了轮换球员,而更糟糕的则是伊斯科,他从主力轮换变成了屁股球员。 新帅索拉里不追求控球,强调的是效率,就和此前率领皇马,夺得欧冠三连冠的奇达奈非常相似,所以,他也和奇达奈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将伊斯科作为豪华附件替补球员,而不是球队的中流抵住。 在索拉里执教的四场比赛中,原本是恩幻主力的伊斯科,没有获得的一次首发,有两次替补出场,合计也只有51分钟,其余两场,一次根本没有进入名单国王杯,另一次则被钉在板凳上未曾上场。 而讽刺的是,伊斯科就在11月13日,刚刚被西班牙马卡爆,评为西班牙国家队本赛季的最佳球员,在国家队,他是主力,是最佳,在黄马却什么也不是,这样的地位显然不能让伊斯科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斯科打电话联系了瓜迪奥拉,他希望前往曼城,因为在瓜迪奥拉的曼城所提出的技术足球让他非常着迷,而伊斯科的这通电话,也正中瓜迪奥拉的下怀。 瓜迪奥拉一直非常注意伊斯科细腻的技术,曼城如今的中场核心大卫,希尔瓦,将在明年1月年满33岁,虽然曼城去年底和他续约到了2021年, 但瓜迪奥拉也要开始寻找新的替代者,伊斯科在技术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大卫席而晚,他非常符合瓜迪奥拉技术足球的记载数要求, 而且伊斯科在黄马夺得了4次欧贯冠军,他的冠军经验也是满城非常需要的,所以瓜迪奥拉要求满城方面拿下这位在黄马无法得到最好发挥的西班牙国脚, 伊斯科的违约经到达7亿欧元,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数字,黄马主席福洛伦蒂洛对于伊斯科的估价是7000万欧元, 这已经是因为最近他的表现的确不加才会是这个价格,但曼城仍然希望压价,双方还会有一些关于价格方面的谈判, 不过黄马并不是非要留伊斯科,一旦价格弹龙,这币转会很可能会在东窗就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